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自己杀死自己的科幻片《环形使者》 故事发生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未来 时空穿越已经成为可能 但是政府并不允许随意的时空穿越 然而一些犯罪组织为了解决暗杀目标 将目标传送到30年后的特定地点 再让杀手去解决 这些杀手们统称环形使者 目标背后绑着的银块就是使者们的报酬 他们拿着封后的报酬并未组织保密 但当背后的报酬变为金条的时候 意味着使者们要去暗杀30年后的自己 如此循环往复 既保证了杀手能长期存在 又抹去了一定的犯罪痕迹 简称封环 使者们完成封环之后 拿着攒下的钱继续安详地度过剩下的30年 男主乔就是环形使者中的一员 一天乔的朋友塞斯找到他 告诉他自己并没有杀掉30年后的自己 他失环了 枪手正在追击他 乔将塞斯藏了起来 但是迫于组织的压力 塞斯还是被发现了 年轻的塞斯和老塞斯 最后都在绝望里死去了 之后乔一如既往地执行任务 而这一次他的目标却迟到了 这让他有不祥的预感 没想到传来的却是30年后的自己 他还轻松地躲过了攻击 并打晕了乔 等到乔再次醒过来 已经是黄昏 老乔给他留下了纸条 让他快逃 结果乔逃回了家里 正乔赶上杀手来找他 他拿上毒品和枪开始逃跑 爬到楼梯的他一时手滑 摔晕在地上 好在老乔及时出现救了他 在郊区醒来的乔 发现老乔又不见了 于是在手上刻上了一个餐厅的名字 老乔看到后明白了 两个人终于见面 原来老乔在30年前成功封还了 利用攒下的积蓄 过了几年潇洒的日子 然后遇到了人生中的挚爱 这时30年期限到了 组织派人来封还 杀掉了他挚爱的妻子 于是老乔奋力反击并决定 穿越回现代拯救妻子 老乔还告诉乔 未来会出现一个有超能力的人 叫幻语师 他不仅控制了财团 还控制了杀手组织 在未来为所有的杀手封还 他还告诉乔 幻语师在幼时丧母 所以非常残暴 并给了他一串代码 老乔根据这段代码锁定了三个孩子 要找到他们并杀了 这样他的妻子就不会无辜地死去了 然而乔却还一心想着封还 可他哪里是老乔的对手 几下就被撂倒了 这时候枪手追了过来 乔趁机撕走了代码和一个孩子的地址 逃出来的乔来到了这个孩子的家 准备在这里蹲守老乔 却突然独隐发作 被孩子的母亲萨拉收留了 意外看到这串代码的萨拉质问了乔 乔只好和萨拉坦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之后两人的感情急速升温 第二天早上乔醒来 却发现身边的萨拉不见了 下楼看见萨拉被枪手挟持了 就在三人对峙的时候 楼梯边的希德被发现了 吓了一跳滚下了楼梯 这时候希德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而萨拉带着乔往外跑 伴随着希德的大叫 枪手五脏破裂而亡 这时候乔终于明白了 希德就是换雨尸 想要杀掉希德 但是萨拉却认为 希德在自己的感化下一定会有变化 等乔找到希德的时候 希德满脸是血 一脸无助地看着他 乔心软了 让萨拉带着希德快跑 自己留下来对付老乔 老乔在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被枪手埋伏带回了环形使者总部 没想到爆发的老乔 不仅挣脱了束缚 还把环形使者总部一锅端了 之后老乔找到了乔 告诉他杀手已经全部被他杀掉了 但是现在的乔想要保护萨拉和希德 于是开始拖延老乔 这时候一个侥幸活下来的枪手冲了过来 乔很快就解决了他 但是这也让老乔有机会追上了萨拉和希德 希德被子弹擦过脸颊 疼痛感让希德很愤怒 爆发了惊人的力量 所有事物都悬在半空中 在萨拉不断地劝阻中 希德才停了下来 这一切让老乔更加下定了要杀希德的心 为了让儿子逃跑 萨拉挡在希德的面前 看到这一幕的乔忽然间明白了 老乔在杀掉萨拉的时候 希德就变成了那个残暴 没有人性的幻语师了 是老乔一手造就了幻语师 于是乔举起枪对着自己 伴随着枪声 老乔也消失了 未来就这样被改写了 幻语师将不会出现 希德也会在萨拉的关爱下 茁壮成长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界》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